请问师父说,道常不如法,就把他交给阿弥陀佛,什么都别理,因如何交给阿弥陀佛呢? 师父自己负责的知识都不需管理。 交给阿弥陀佛是求佛加持。 求佛加持,自己对道常,对道常里面知识,要有最大的耐心。 一心为护持正法。 所以道常为什么会出生问题呢? 当然最好不要搞道常,搞道常不是容易死去,非常困难。 你看现在是一个家庭,家庭人不多,夫妻不合,父子不合,兄弟不合,找得那么多烦恼。 道常人比家的人多,各个方面来的谁跟谁合不合。 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段事情,尤其是在现前的学会。 你要怎么能调活呢? 除弟子规没有第二个办法。 带头学习弟子规。 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在这么多年当中,出家,杀弥律义做不到,在家,十三一道做不到。 这就没有佛法了。 在家学习基本的条件就是十三一道。 十三一道没做到,你不是佛弟子。 杀弥律义做不到,你不是出家弟子。 不是出家弟子,冒充出家弟子,就有最后。 这个罪过的时候,罪不祥啊,破坏佛教形象。 那么这个结罪就是阿比利约。 在家的佛弟子,你受了三规五戒。 你十三一道做不到,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佛教这么帅,原因在此地。 为什么从前这个佛门,几千人住在一起都没有事情? 非常有规矩。 我们在历史上记载,就看到朱熙去参观一个寺庙,正在吃饭的时候,过堂的时候,一千多人。 他走在那个斋堂里面,不知道里头有人。 结果一看,非常惊讶。 他说儒家三代之礼,没有想到在佛门里。 一千多人吃饭,没有声音的。 那不是有规矩吗? 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们不得,没有办法,才要砸根呢。 这些经论太高了。 大家听了很欢喜。 从哪里做起? 从根本做起。 根本就是十三业道。 十三业道为什么做不到? 那就是我们从小,伦理道德的教育,俗获了。 所以十三业道做不出来。 这才不得已找儒家的根,弟子贵。 所以中国主要晓得,三教都有根。 儒的根是弟子贵。 讲座人的道理,孝清尊诗。 道教的根是感应品。 太上感应品是道教的根。 佛教的根是十三业道。 我们今天要学习,很认真把这三样东西落实。 我们就有根了。 然后无论是你,学如,学佛,学道,你都会有成就。 你要没有根,那怎么行呢? 你那个根没有,念佛都不能往生。 这个要懂得了。 你再仔细看看,念佛往生的人, 那个瑞相,很好的, 仔细答听。 他日常生活,弟子贵,一条一条,他真的做到了。 他虽然没有学,但他做到了。 真正是个善人,这个不能不懂。 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这样做法,如果自己体力衰了,或者劳碌过度了, 我们求佛菩萨。 求佛菩萨送人来借馆,就到这儿。 这个叫教给阿弥陀佛了。 诚诚恳恳地求,阿弥陀佛会送人来, 来接管你的道场。 所以你自己,如果不从根本上修,就不会有感应。 那不是阿弥陀佛派人来,是邪门外道派人来。 你这个道场就会毁掉了,那就要真正造罪业了。 自己带头,砸下这三个梗。 儒家是能力道德教育,道教是英国教育,太上感应篇英国讲的很多,英国教育,佛家是智慧的教育。 你能够在这上下功夫,能力道德英国智慧,你怎么会不成就? 你怎么会不能感动佛菩萨? 能感动佛菩萨,你就能感动一切大众。 让大家都能够,都很乐意地跟你学习。 所以,管理一个道场。 要常常反省,改正自己的毛病。 时时刻刻,要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 大众有过时,不要去责备他,责备自己。 为什么责备自己呢? 我没有叫得好,我没有带得好。 罪过是我,不是他,对方就会受感动。 你要是怪他不好,他反过来,他指责你的毛病,他不服。 你能常常学习古圣兴兴兴。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唐王。 你看他怎么对待那些犯罪的囚犯。 他看到的时候 他没有过世 我有过世 我做过军 没有把他教好 万方有罪 罪在真宫 这是真正负责的领导人 圣母王有一次在路上 看到两个犯人 他就车停下来问他 你们为什么犯法 犯了什么罪 这两个人说 我们犯偷盗偷窃 为什么偷窃 这个黄年 一家没有东西吃 偷了人家一点粮食 这个汤王就叫了一些士兵 他说他们没有罪 我有罪 你把我抓起来 我去坐牢把他们放掉 这个士兵就感觉奇怪 怎么可以抓你 你是过王 这个顺就讲了 年成不好 有这个水汉灾 是我们有德行 让人民的时候受这个灾难 受灾 这是我的罪过 不是他们 他们都是好人 责备自己 不责备别人 说了这个话之后 这个老天爷马上就下雨 感应不可思议 所有一切都退给别人的话 这是最大的罪过 这个道理要懂 你说在一家 你是个家长 你要能够学习各种苦神信息 用自己的德行 感化你一家人 顺就是这样成功的 他的父亲 他对孙母过世的早 吉姆对待他非常不好 父亲又听吉姆的话 一家人治他于死地 非常孝顺 邻居都看不惯 对他父母批评 他就跟邻居说的 我父母没有过 你们这个批评是错误的 我家的事情你们不要管 三年 把他一家人感化了 那真正是难到基础 所以他一家人感化了 他的一个村都感化了 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学校 年轻人都跟他学习 所以这个事情就传给姚王 姚王是天下有这么个好人 就很留意 把两个女儿叫给他 姚王有九个儿子 两个女儿 九个儿子跟他做朋友 观察他是不是真的 果然是真的 到最后到王位让给他 所以没有别的 那行吗 中国二十四孝 头一个就是圣王 孝干天地 地质规里面就是孝铁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落实 要做真正做一个好人 处处要用感化 不可以指责 我自己做得不好 不能怪别人 你就会成功了 那你这个道场做好了 如法的道场 是六合进的道场 六合进道场 如果在这个世界出现 我们这个世界灾难就没有了 只要有一个道场出现 灾难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祝福我呼念 龙天善神保佑 也就是我们今天 我这个叶神学佛五十五年了 一个合合道场没见过 一个合合道场没见过 这个道场住两个人都吵架 都得争 一个都找不到 所以真的是很痛心 这是什么原因呢 总的说起来 不读经之苦 不能依教奉行之苦 每一个人都一教奉行 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不随顺经教 他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那就不能想出来 如果随顺经典教诲 放弃自己的成见 这个六合金的僧团就出现 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成见 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这个观念把六合金破坏